老麦 别收拾了 吃饭了啊 吃饭了啊 吃饭喽 吃饭了 来 咱们来妈妈找个菜 来来来 吃鸡蛋 吃鸡蛋 周先生 您怎么来了 我是来给你送稿子的 新闻发布会三天后举行 你把它背熟了 到时候照着说就行了 诶 诶 诶 你在吃饭呢 您跟我们这吃点吧 哭了 你们先吃 我走了 慢走啊 这个周先生 跑得比兔子还快 因为人家还抢他钱呢 来来来 赶紧去 卫明 给妈念念吧 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好 我叫韩珍珠 是一个从农村到苏城来打工的普通妇女 今天 应周小火先生的邀请 就面包房的珍珠 的珍珠 的珍珠问题进行说明 妈妈 你好厉害哦 你个死丫头 快念 我是梅子安先生的模特 我是亲眼看着她一笔一笔 把这幅画画出来的 妈妈 您还倒过模特啊 你个死丫头 你干嘛呀你 有很多人问 为什么梅子安先生 要把这幅画送给我 不然这是我个人的隐私 我不愿意让她公之于众 但今天 竟然有人昧着良心 说这是幅假画 这是对梅子安先生极端不尊重 所以我要勇敢站起来 我要告诉大家 这幅画是梅子安先生送给情人的礼物 而我就是梅子安先生最后的情人 卫敏 你 您把饭端到礼物去吃点 有话跟你搬说 这么回事 你还真是那个什么 什么没子安的情人 你有病啊 这种话你也能信啊 稿子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你怎么能让我不相信呢 那是周家出钱让我那么说的 他们出多少钱让你说这个 四 四百五十万 你疯了 四百五十万呢 他们能给你那么多吗 我跟你说呀 那幅画是个假的 我要是能证明那幅画是真的 他们就能卖到九百万 那周家有钱赚他当然愿意了 珍珠啊 作为证是违法的 再说了 如果你真说你是那个什么 没什么的情人 这左倫又是知道了 我们还怎么待得下去啊 这事如果传到老家去啊 我们怎么还有脸回去呢 回不去就回不去呗 那有了四百五十万了 住哪不行 那小敏呢 你想过她没有 如果她学校的同学知道 她妈妈是别人的情人 他们会怎么说她 我真搞不明白了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我有我的用途 用不着你管 我是你丈夫 我为什么不能管你 你觉得脸上挂不住了对不对 对 那你有本人你自己挣钱去啊 没本人就别那么多废话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我是不要脸 我跟你丢人了 那简单 离婚 你别开脸 我先开脸 你把手众帮你拿出来 我去哪里 尽量 帮你 我来 我来 请问您是老板吗 你们要买点什么东西吗 老板 麻烦你帮我看看 这个人是不是经常到你这买颜料啊 你们是 这样 我们是律师 是这样 我们手头上没牵涉到一个案子 要了解这个人的情况 所以希望您能配合一下 这个人呢经常来买颜料的 至于他是干什么呢 我们也不太清楚 到我们这儿来买东西的都是美院的 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个学校的 现在美院很多 具体是哪个学校的 我们也不太清楚 好吧 那谢谢你啊 小姐 对 你们说的那个人好向我印象 他半年前才第一次来我们店里 他穿得很土 还带着校徽 所有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那你记得 他带的是哪一所学校的校徽吗 就是这家杭州的那所美院 谢谢啊 谢谢你 好像是 芸华系的 具体的我又说不准 这样 你们找芸华系主任问问 他肯定认识的 谢谢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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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我对这个同学印象很深 他性格比较内向 话不多 虽然他是个进修生 在我们学院也才进修了一年吧 但是他学习非常刻苦 也很有天赋 我本来要推荐他正式考我们学院的 可是后来他又突然不来了 主任 你看 按照他的专业情况 如果他给某位知名画家做枪手的话 水平上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个不大好说 每个画家都不一样 但如果风格相近的话 我觉得他没什么问题 那您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吗 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听说他还有个姐姐 其他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经过调查 小关和韩珍珠极有可能是姐弟 可他们一个姓韩 一个姓关 怎么会是姐弟呢 而小关 他极有可能是替梅子安画画的枪手 是面包房的珍珠的真正作者 可是他却不肯站出来说真话 万舍剑一筹莫展 周小虎却安排好了一切 喂 老蒋 我是万舍剑 对 万律师 我问你啊 这个周小虎要举办新闻发布会 证明面包房的珍珠是真迹 还有啊 他说他找到了重要的证人 有这回事吧 有啊 我们报社已经得到消息了 那他说的重要证人是谁啊 就是这个韩珍珠啊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韩珍珠的新闻发言稿 我这儿都有了 我们报社准备全门砍登 要不要先赌回快 我发个邮件给你 好啊 那太好了 你马上给我发过来吧 谢谢啊 韩女士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有事吗 我听说 你为了帮周小虎证明那幅画是真的 竟然不惜要制造丑闻 说是梅子安的情人 有这回事吗 有又怎么样 是不是有人胁迫你这么做 我是律师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助你的 没人胁迫我 我是自愿的 名誉对女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就算是你不在乎 但是你现在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 你的名誉就是你们家庭的名誉 你想想 如果你要是成了梅子安的情人 那么你的丈夫怎么想 你的女儿会怎么想 你愿意看到 他们在外面被人戳着纪念骨 在人家面前抬不起头来吗 谁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呗 反正人死了之后 都会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 干没干过坏事 阎王爷心里清楚就行了 你这么做可是欺骗社会 欺骗大众 你不觉得心里有愧吗 我没那么觉得 现在外头骗得多了 我也没见谁心里有愧过 韩女士 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钱吗 当然是为了钱了 谁干事不是为了钱啊 你不为了钱吗 哲学 我看你不光是为了钱吧 你是为了你的弟弟 小关就是你的弟弟 面包房的珍珠那幅画是小关画的 你是为了你的弟弟 不惜制造丑闻出卖自己的名誉 来把假话说成是真话 韩女士 你可真会编故事 我哪有弟弟 不信你到我们家拿回合本查查 我哪有弟弟 要我说呀 你把自己的事管好就行了 一天到晚管别人的事 你干吗不要查那幅画啊 现在这一切不都是你引起的吗 你告诉我 就算是我要作为 那也是被你逼的 你这个人就是狗男号的断管闲事 你还不走 走吧 韩女士啊 你这么激动啊 这很能说明问题啊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感冒了啊 没事 没事 韩珍珠的发言稿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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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冷静坐这儿 你怎么没去劝劝她呀 大小姐 激动什么呀 我已经去劝过了 我已经陈述了各种利弊关系 可是她自己甘愿自欺其辱 我有什么办法呀 什么自欺其辱 她自己要制造丑闻 把自己搞臭 你说我有招吗 那你有没有问过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猜她是为了小关 喂 我说你算个什么律师啊 你不是猜就是想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就去韩珍珠家 去劝她 你去不去 不去 你去不去 我不去 不去了呢 等等等等 我去不去 我去 等等等等 珍珠 我这一晚上都没睡好 我还是觉得 你别去做这个证明了 要不然你一视清白 全都完了 这个事你就别管了 我就是那句话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 咱俩就离 我带着魏敏过 你去找那清白的人去 那你 你真的一定要去啊 一定去 除非我死了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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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放入冰箱 饭好了 先吃饭吧 老伟 你那袖子怎么破了 你赶快脱下了 我给你补了吧 没事 没事 先吃饭了 吃完饭再补 我还是先把卫明这衣服缝好吧 到明天上学没再穿了 你着什么急啊 先吃饭 吃完饭再缝吗 不是 你老看着我干嘛呀 老夫老妻的了 你说这卫明他怎么还不回来 都出什么事吧 我去看看你吧 珍珠 周家是有钱人 有钱人的道道咱不懂 你就别再掺和进去了 要不然 咱们这个家 真的要破了 你别啰里巴缩的了 破就破 我不信这个邪了呢 我要告诉你啊 最后一次警告你 我非去不可 你别那么啰嗦了 你别吃了 你怎么那么奇怪啊 你干嘛不让我吃饭啊 我让你别吃了 不是 你这人是不是疯了 你有病啊 你摔什么碗啊 你不过了 珍珠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啊 我在梵里下毒了 我受不了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是想跟你同归于尽的 可是我想到了小米 我实在是很不想这条心 我们要是一起走了 小米谁来照顾 都怪我 都怪我 我要是能挣了钱 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我不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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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啊 我不是男人 我不是男人 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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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回来啦 妈妈 回来啦 妈妈 回来啦 卫敏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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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看 这孩子走了 快救救她 好好好 imar fein 足够 哇 dwar枕医生 你们怎么样了 还在急救室 现在已经独立危险了 没什么打碍 出来了 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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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我妈也不乖 妈妈知道 为你最乖了 孩子需要休息 请你们让一下 我要送孩子去病房了 孩子没事就好 你们站起来 你们孩子没事 谢谢啊 谢谢医生 不用谢不用谢 要谢啊 孩子谢谢你们两位朋友 你女儿食物中毒 头也撞破了 流了不少的血 要不是你两位朋友 及时把他送到医院 恐怕你女儿会有生命危险 哦 对了 你所有的费用呢 你朋友都帮你交了 明天直接借你孩子出院就可以 太谢谢你了 没事 没事 谢谢 万律师 蔡律师 谢谢你们两个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 韩小姐 关于给那幅画作证的事情 我希望你千万要想清楚了 我希望你千万要想清楚了 不能只想到眼前的利益 蔡律师 万律师 我谢谢你们 救了我女儿的命 你们的恩情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 但是画的事情 我注意已定 你们就不要再说了 我请你们原谅 这小官是死活不肯见我们 这韩珍珠呢 又王博吃秤妥铁了心了 你说这让人说句真话 怎么这么难呢 万律师 万律师 罗卫 万律师 蔡律师 谢谢你们 你们两个是好人 我谢谢你们救了我们家女儿 没事 别客气 万律师 我对不起你 我对你撒了谎 你能不能把上次让我看的照片 再让我看一下 可以 其实 这就是我老婆韩珍珠 小时候的照片 这个男孩儿就是小官 原来这个人真的是小官呢 老魏 韩珍珠跟小官是什么关系 各位朋友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 来到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这次围维绕的话题 还是美子安大师这幅面包房的珍珠 前段时间 社会上传说这是一幅假画 这不仅牵涉到周小虎先生的个人信用 也影响到美子安大师的艺术生育 美子安大师一年早逝 已经无法开口为自己辩解 为此 由聚弦楼美术馆为主办方 邀请全市的新闻媒体 就美子安大师这幅一座面包房的珍珠 真伪进行说明 你哪点好啊 我真不明白 你还得花多长时间 照我看 早该花完了 你东一笔西一笔有完没完呢 我看每一子安都没你那么花的 你 怎么了 又来 你赶紧吃药 又呢 又呢 在哪儿啊 这么不止灯片全都被你吃光了 你疯了 快去帮我买 好 你等着 好好好 stairs 我看到了 这个就呀 �ücks误不加 小葷 roll 你怎么了 手 你是不是生病了 你怎么了 没有 小关 我再问你一遍 你认不认识韩珍珠 你正无聊 总是问我这种问题 真可笑 我再问你一遍 你认不认识韩珍珠 好 那我告诉你 韩珍珠她有个弟弟 她为了她弟弟 她省吃点又把省下的钱 给她买画布 画笔和颜料 她为了成就弟弟的梦想 她不惜苛刻地对待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她又准备做出更大的牺牲 你知道吗 你什么意思 她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 她要向所有的媒体承认 她是梅子安的情人 什么 小关 现在只有你能阻止她了 你知道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名誉 没有什么比名誉更重要的 她这样做会毁了她自己 还会毁了魏敏和老魏 别说了 她在哪儿 她在哪儿 她在拒贤楼 什么 拒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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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证人 就是我身边的这位韩珍珠女士 希望大家尽快提问 她的时间不多 少说两句 差不多就行了 韩珍珠女士 周小谷先生说 你能证明这话是真的 是否暗示你和梅子安先生 有特殊的关系呢 你说这幅画一定是真话 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吗 传说你是梅子安的情人 是否属实 请问你和梅子安先生的关系 是从哪年开始的 梅子安先生的死 和你有关系吗 你照顾知不知道 你和梅子安先生的关系呢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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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再问了 我告诉你们 我全都告诉你们 我是梅子安的情人 我是她的情人 她喜欢我 所以把这幅画送给我了 我一开始是她的模特 后来就成了她的情人 我做了她两年的情人 你们现在都知道了 你们满意了吧 韩小姐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都很看重女性的操守 而你为了证明 这是一幅真话 不惜公开自己 是梅子安先生的情人 你这样自洁隐私 实际上已经突破了 一个女人的底线 请问你这么做 究竟是为什么 你不觉得这样很荒唐吗 你今后还怎么做人 你是为了钱吗 周小虎先生 请你留步 各位记者 请停止提问 韩珍珠韩女士 她是无辜的 因为她根本就不认识梅子安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巨仙楼的常年法律顾问 万舍健 我受周小虎先生的委托 在这儿郑重地宣布 面包房的珍珠这幅画 不是梅子安的作品 梅子安在半年前 已经丧失了绘画的能力 巨仙楼从今天开始 把面包房的珍珠这幅画 从梅子安的作品里剔出 你们大家一定很奇怪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有什么证据呢 那好 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我的证据就是 我已经找到了 这幅画真正的作者 他就是 站在我身边的这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关东田 关东田 你真的是这幅画的作者吗 关东田 你怎么证明你是这幅画的作者 关东田 不 大家不要相信他 这幅画不是他画的 是梅子安画的 我今天也看见梅子安画的 你胡说 这幅画是我画的 不是你画的 我这是梅子安的情人 我可以证明 我不是你不是你不是 记者朋友们 你们听到了吗 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听到一个年轻人 发自内心的呐喊了吗 他是发自肺腑的 他是真诚的呐喊 请你们把镜头对着他 让他来告诉你们真相 我 对是 小关 你说吧 把真相告诉大家 小关 你不要怕 把你想说的都告诉大家 我 我叫关东田 我是个画画的 我因为没钱上学 只在美园经修过一年 我一直用我的画笔 到处打零工卖画 过着鸡一顿 饱一顿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我遇上了周小虎先生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是 是 我全买了 谢谢 以后就到我聚贤楼来画画吧 嗯 他赏识我的才能 让我当了他的助理 其实 说起来好笑 所谓的助理 其实就是枪手 虽然行业内 雇佣枪手画画 已经是公然的秘密 但是周小虎先生 做这件事 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 梅子安老师的身体 已经完全不能画画了 这幅面包房的珍珠 是我和梅子安老师周小虎先生 合作的第一幅画 也是最后一幅画 我画的是面包房的营业员 韩珍珠 我在家里把画画好以后 约韩珍珠一块给梅老师送画 那天晚上八点 我和韩珍珠 把画送到梅子安老师画室 是 可是 梅子安老师 连这幅画什么样都没见过 就已经死了 我们报警吧 慢着 现在梅老师已经死了 这幅画就是我们的了 你说什么傻话 这是我替梅老师给周总画的 拿着 你不是练梅子安的字 练了很久了吗 你现在就写 以梅子安的名义 把这幅画送给我 不好吧 会出事的 让你写你就写 哪有那么多废话呀 快点 快点 因为这幅画是我画的 所以梅子安老师 连韩珍珠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韩珍珠跟梅子安不是什么情人关系 他们压根就不认识 我欺骗了大家 欺骗了所有人 大家都以为 我是在第二天上午去梅子安老师画室的 其实我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前一天晚上八点 第二次是第二天中午十一点 至于梅子安老师画室的钥匙 梅老师早就配给我了 但我为了表明 我没有提前去过画室 我一直对周总说 我没有梅子安画室的钥匙 那天中午十一点 我按照周总和梅子安约定的时间 来梅子安画室取画 梅老师 梅老师我是小关 我早就知道梅子安死了 但我假装不知道 还给她手机打了电话 梅老师 梅老师 周总让我来拿画 您在吗 我拿到大战口 梅老师 我拿到大战口 没有拿到大战口 没有拿到大战口 哦 那她怎么办 周总 梅老师不在 门锁着 不可能 我和她约好了 真的没人 你不会把锁砸了 我走进画室 我知道 梅子安的尸体就躺在床上 我先检查了昨天晚上我写在画上的那行字 确认自己干透了没有 我发现自己已经干了 才掏出手机 给周总打电话 周总 梅子安死了 她把面包房的珍珠这幅画送给韩珍珠了 什么 我马上过来 报警了吗 还没有 那就赶快报警 那那行字怎么办 这字是不是你写的 不是我写的 我来的时候就这样了 如果是我写的 颜料怎么可能那么快干呢 那要是你昨天晚上写的呢 我 我不知道梅子安死了 我怎么会写呢 也许你已经来过一次了 我怎么可能来了 我根本没有画室的钥匙 配个宽点的画框 把字遮掉 报警 周总 你怎么配的画框 那行字根本没遮掉 基本都挡住了呀 我怕配的太宽 比例不协调 你胡说 你是故意的 你配那么窄的框 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幅画是梅子安送给韩珍珠的 不是我周小虎的 不不不 周总 我 我跟您无冤无仇 我干嘛要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唯一的理由 就是韩珍珠收买了你 你在暗中帮她 不不 周总 您对我有知欲之恩 谁都收买不了我 那你跟韩珍珠 到底是什么关系 周总 我在孤儿院长大的 我又没亲戚朋友 我能跟她有什么关系 周总 我的档案你都看过了 我怎么会骗你呢 小关 不管你是不是在骗我 我只想告诉你 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华 所以才跟你签了二十年的合同 我让你现在帮梅子安画画 那是暂时的 将来 你一定会获得 比梅子安更大的成就 赶紧换个画框 把那行字遮掉 别管它合适不合适 哦 我说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 你们 你们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我没有说谎 韩珍珠是清白的 她不是梅子安的情侣人 她第一次见梅子安的时候 梅子安就是躺在床上 不能说话的死人 你怎么那么傻呢 你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了 你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了 我 我做的一切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你能得到什么呢 无非是我的清白 我的清白有什么用呢 我们需要的是钱 需要的是钱 你懂吗 我当然懂 我当然懂 我们需要钱 不 是我需要钱 可是你知道吗 你懂我吗 我宁愿死 我 我也不愿意毁了你的毛衣生啊 精彩 实在是太精彩了 小冠啊 小冠啊 我还没发现你很会讲故事 我还真小瞧你了 不过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你说这幅画是你的 那就真成了你的画吗 那需要证据 cond滤 是呀 pred 那 terminar是为了 癫癫癫瘾 你没有建立吗 那我愿意义 一些 requ wear 都会画个G 我只在这张画上看到了M 没看到G 周先生 如果你要想看的话 我马上刮给你看 万律师 你来刮 要是刮坏了你赔得起吗 万律师 万律师 这画是我画的 你刮吧 把真相告诉大家 小官 你是好样的 真可有个G 万律师 你确实证明了这是一幅假画 但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 之前韩女士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得到这幅画 可现在关东田先生 却把这幅画给毁了 韩女士将一无所获 请问万律师 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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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120吗 我们这里有人晕倒了需要急救 对 去前来美术馆 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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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请息怒 你不是说小官走了吗 你在骗我 小子 你输就输在心太软上 好 姐姐 姐姐 我要走 姐姐姐 哪位是病人的姐姐 我是 跟我来吧 姐姐 我要走 姐姐 姐姐 不要走 姐姐 爹 不要走 不要走 姐姐在呢 不要走 姐姐姐 不走 你会一直拍着你呢 小官 你成不成能偷了老师的画笔 我没偷 没偷 其他小朋友 看到是你拿的 你憨不承认 你们的父母啊死得早 过缘的好心受养你们 就是希望把你们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你怎么能偷欠呢 我没偷 你把手拿到前面来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把手拿出来 院长 画笔是我偷的 跟我弟弟没关系 要处分你处分我好了 姐姐 你闭嘴 可是其他小朋友明明看见是小官拿的 怎么会是你拿的呢 是我拿的 我弟弟喜欢画画 我拿了送给他的 珍珠啊 我们帮你找了护好人家 他们呢 愿意收养你助女儿 我不去 要去也要和弟弟一起去 只要你肯去 他们呢 会帮小官买画笔 买颜料 让小官去学画画 怎么样 你考虑考虑 院长 我去 我这儿 Samantha 让你却想并蝙 宣住啊 小官 明天你们姐弟就要分开了 我帮你们照张相 以后啊 要是想念了 就拿出来看看 好吗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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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 弟弟 姐姐 弟弟 你不要说我 我不要喜欢我 弟弟 听话 你一定要好好喜欢 姐姐 弟弟 小韩 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的残酷 可是做我医生 我不得不告诉你 你弟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从现在你赶紧帮他了了 赵医生 不会的 不会的 小韩 别难过 我 这么多年来 你瞒着你弟弟 不让他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你鼓励他画画 你每个月都到我这儿来 为他开药 配药 要不是你这样的坚持 你弟弟哪能活那么久啊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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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周总 您好 请原谅我 向世人公开了 面包房的珍珠 不是梅子安画的这个秘密 因为 我不想再连累我姐姐了 我患了绝症 姐姐为了给我治病 来城里打工赚钱 他拼命地干活 审吃俭用 一心想把我治好 可我的病 只有到国外 才有治好的可能 而且 需要非常昂贵的治疗费 梅子安的死 给了我们机会 姐姐决定 哪怕牺牲她的清白 也要得到面包房的珍珠这幅画 然后把画卖掉 给我治病 姐姐的行为欺骗了大家 可她都是为了救我 周总 我留在这里的画 是特意为您画的 我画的是我的姐姐 画的名字叫 收废品的妇女 我把它送给您 希望您看到我姐姐 真实的一面 原谅我们 犯下的错 根据小官的心愿 收废品的妇女被送往法国 参加世界最高级别的油画比赛 大家希望这幅画能够得奖 帮小官实现最后的遗愿 拿着一个宽楂的尽力 大家都别难过了 对 我们一起为小官祈祷吧 我们一起为小官祈祷吧 计划 出现了 人 谢谢 谢谢你们 主席先生 你好 我是周小虎 我有一幅参赛的油画 已经寄来法国 这幅画 是这位作者的 最后一幅作品 他才二十八岁 是最后一幅作品 最后一幅作品 在这幅画上 童谈 最后一幅画上 最后一幅画上 就像中文画上 最后一幅画上 最后一幅画上 就像中文画上 关东田 谁啊 关东田不在 关号庭 关东田正在医院住着呢 我是他姐夫 我能不能替他签一下 我认识你可以 谢谢啊 爸爸 他是得奖通知书 舅舅的话 在法国议事双蓝奖上 得了金奖 真的 嗯 哎呀 太好了 小米啊 快快快 咱们到医院去 把这个好消息啊 告诉你妈妈 还有你舅舅 走走走 小米坐好啊 咱们出发喽 走 爸爸 什么是法国艺术展啊 法国艺术展啊 就是你舅舅画 拿去参加比赛的地方 法国艺术展是怎么来的呢 爸爸不知道 去问你舅舅 啊 爹 爹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别离开我 怎么啦 你怎么啦 姐不离开你 姐不离开你 姐一直在这儿陪着你 姐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我真舍不得离开你 你 别胡说 你会好起来的你知道吗 姐 我知道 我让你受了好多苦 可是 可是我就不能报答你 姐不要你报答 只要你身体好了 姐就高兴了